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灵修了 进入到民宿记第五章了 那么这一章记载了很多重要的规定 先让我们看第一到第四节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 患漏症的 并因死尸不洁净的 都出营外去 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 免得污秽他们的营 这营是我所住的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 使他们出到营外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 是的 这里面的规定是规定有三种人 患大麻风的人 患漏症的人 就是血漏了 还有就是摸过尸体引起不洁净的人 不可以进入营内 这是当时一个圣洁的观念 这里所谓的圣洁 不要从生理或者是卫生的角度去看 这里的圣洁是一个宗教礼仪中的圣洁 那么这三类人定为不圣洁 不一定是他们的行为有些什么问题 而是宗教上的定义 这样的情况是不能够与其他的人合而为一的 所以他们必须分开 好了 圣洁和不洁的观念 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 非常强烈的 不洁绝对不能跟圣洁的群体混在一起 那这个定义呢 使得下面以色列人要做一切的 侍奉敬拜或者是行进 都有一个准则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第五到第十节 另外一个角度 要让以色列民能够符合上帝的标准 在社群中要有什么样的表现 让我们先看经文 耶和华对摩西说 尼小玉以色列人说 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 以致干犯耶和华 那人就有了罪 他要承认所犯的罪 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 另外加上五分之一 也归于所亏负的人 那人若没有亲属可受所赔还的 那所赔还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 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养是在外 以色列人一切的圣物中 所奉给祭司的举计都要归于祭司 个人所分别为圣的物 无论是什么都要归给祭司 这里定义了凡是亏欠别人的 要怎么样来偿还赔偿 这种的规定是使得这个社群 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生活行为的标准 若是亏欠了别人 必须要做出赔偿之外 还要加上五分之一 代表着这是群体之中个体彼此的尊重 那当然也因此使得群体之间 能够维系一个和平的关系 从刚刚这两段经文给我们看见 一个是要让不节的与圣节的分开 第二是圣节中的百姓 也需要有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 好了 第三段经文 记载在十一到三十一节 我们就不一一的来读了 只要各位稍微读一下经文 就发现这么长的段落 是记载了如何验证 一个妇人是不是行了奸淫 也许我们会这样问 哇 怎么对一个妇人 有婚外的性行为 要这样子复杂的检验呢 要了解这段经文 就必须要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了 那么解释圣经 必须要用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解释 而不是用我们现在的角度和观点去解释 才会正确了 当时的时代背景 女性是一个弱势群体 所以当时一个丈夫说 她的太太对她不忠 那这个女人就被定罪了 但是上帝却不是这样子 上帝要很清楚地验证出 这个女人是不是真的对她的丈夫不忠 于是就有了 从第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一节 这个繁复的过程 这段经文不是践踏女性的地位 反而从当时的处境和当时的做法来看 这是一个保障了妇女的地位 因为不是她的先生说就算数 而是要经过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祭司也要参与在当中 那不止这样了 要启动这个过程了 这个先生也要预备一些奉献的东西 那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一些的作为和规定 再一次给我们看见 是要让这圣洁的群体 在旷野生活的时候 第一有了生活的规范 第二让大家知道圣洁的重要 第三在规范之中 大家可以有一个平和的生活 这里当然是牵涉到信仰的角度 不过也牵涉到社会的角度 上帝透过摩西将他的心意 告诉百姓 这样的心意 真是充满了信仰的原则 也顾念到人间社会的互动 从此可以看见 上帝的律法 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律法 愿主带领我们 让我们今天也领受 主在新约中给我们爱人如己 爱神爱人等等的诫命 这些诫命是合于属灵的生命规则 也合于人群共同生活的生命规则 愿主帮助我们 给我们力量去遵守 给我们觉知去遵守 使得今天的属灵团体 也能够走在主的心意之中 经过这段经文一起灵修 今天试看看我们做一件事 那就是分享一下 你的属灵经历里面 有没有哪一件 可以从信仰和属灵生活的角度 以及从社会和人群的角度 一起来实践的 若是你想到了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 我们彼此分享和激励 愿神大大的祝福你 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